黎巴嫩真主党呼叫器被植入炸药 全国多处同时引爆后 不只台湾被牵扯其中 就连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亚曼尼 也被拍到眼睛受伤 被紧急送到德黑兰治疗 如同电影般的引爆方式 真的像电影一样动动手指 就能造成毁灭性伤害吗 以色列相关专业人士认为 引爆方式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通过黑客手段 同时对数千台寻呼机 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导致其离电池短路或过载 从而引发爆炸 另一种则是在寻呼机内 提前安置爆炸物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黎巴嫩安全部门人士说 爆炸的这一批BB call 在真主党拿到前的五个月 曾经被以色列的情报单位 特勤单位拦截 而且在当时就安装了 20克的微量爆炸物 所有矛头指向以色列 虽然以国没有表态 但该国民众乐见其成 事发后美国发声明 说整起事件与美无关 相关细节虽然尚未完全证实 但真主党已经透过电视放消息 称以色列会获得公平的回应 一来一往无疑让中东困境 持续纠结 三立新闻的报道